接下來要說明是如何製作一個消失點 就是將我們的Logo放在一個空間裡面 首先我們先找到我們要的一張原本的原始檔 然後我還需要一張像這樣的Logo 那麼在這個原始檔的部分從濾鏡消失點底下 我們要去把這個平面找出來 找到這個平面之後我們可以按確定離開 然後回到這個圖檔的部分 Ctrl-A全選然後Ctrl-V 將它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以後回到這張圖 我們在它的圖層的介面 可以做一些設定 比如說在圖層的地方我會新增一個Layer層 新增一個Layer層給它 然後將我的透視的部分貼在這個Layer層裡面 我們回到我們的消失點 然後按Ctrl-V 貼上這張圖 然後呢 當然在這個部分呢 我會用這個 scale的方式 將我們的圖檔先做一個縮放 縮到比較小的一個程度 然後呢 這時候我就可以直接將我們的Logo 拖拉到這個我要的平面上 然後我還可以再做一些程度上的縮放的修正 好 假設這個是認為OK的位置了 那麼我就按確定離開 那當然以現在目前的這個合成方式 太突兀 太明顯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圖層呢 會做一些調整 譬如說 我們可以選擇色彩增值 那麼可以得到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我還可以利用我們的這個設定呢 將我們的Logo在這上面做一些移動啊 位置的改變啊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還可以做的一個調整 OK